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您一起共读佛罗拜包法利夫人及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 读本好书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尹宋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 死亡和爱情是文学当中两大永恒的主题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当中 有许许多多经典的爱情故事 这些爱情故事有的缠绵匪测 有的波澜起伏 有的感人至深 有的却又令人体小皆非 文学作品对于爱情的描述可谓是多姿多彩百花齐放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到的两部和爱情有关的文学作品 一个是法国作家弗罗拜的包法利夫人 是许渊冲先生的一本 是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另外的一本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宁娜 也常被翻译作《安娜卡列尼娜》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首先讲包法利夫人的爱情故事 在成为包法利夫人之前 爱玛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家的女儿 从小是在修道院里头长大的 过着非常沉闷的生活 然而他喜欢读小说 读了很多浪漫的故事 那么伴随着这种浪漫的阅读 爱玛心目当中就幻想着 有一天白马王子能出现 他能获得理想的爱情 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 却是一位小镇医生 名叫包法利 爱玛嫁给了包法利 刚开始 婚姻生活还算是新奇新鲜 慢慢就不行了 跟他想象当中的浪漫的爱情 那是相距甚远 从原著当中我们知道 爱玛的婚后 遇到了一个叫做莱昂的小伙子 莱昂是一个公正处的文书 学法律出身的 两人有了私情 这爱玛就心里想着 我怎么才能够越轨 跳出沉闷庸长的日常生活轨道 离开这个冷漠无趣的生活 莱昂离开他去巴黎之后 包法利夫人又开始回到了沉闷的生活当中 在这个时候 他又遇到了一个风月老手 罗道尔夫 他跟罗道尔夫之间又产生了感情 决定跟罗道尔夫私奔 但是 罗道尔夫拒绝了爱玛 爱玛发现 和罗道尔夫莱昂之间的狂热 并不是理想当中的爱情 最后 爱玛自杀了 小说里描写包法利夫人 在自杀前的绝望感觉 是这样的 他怅然若失地站着 不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只听到脉搏的跳动 仿佛震耳欲聋的音乐 弥漫在田野间 他感到爱情的痛苦 一回忆起来 就丧魂失破 好像伤兵在临死前 看到生命从流血的伤口 一滴滴流掉一样 这个悲剧式的结尾 对后人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那么包法利夫人的爱情故事 带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我们首先听一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宁的解读 包法利夫人爱马 这是通过爱情的幻想 想永保着恋爱的时候的那种激情 它不能够忍受庸长的 像散文一般的日常生活 而导致的悲剧 那我想起一个比喻 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现代爱情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日常性 日常生活就好像是散文 那么爱情就像是诗歌 那么诗歌跟散文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散文是娓娓道来 波澜不惊 诗歌是充满了激情 非常短暂 好 谢谢张教授 爱情如诗歌 婚姻或者说家庭生活 就像一篇散文 那么散文里面 有没有诗意呢 当然有 它隐含在日常生活里边 可能随时都会出现 但不是那么的激烈 也不会那么的强烈 因此 在婚姻家庭生活之中 爱情自然也有 但更多的是 承担以及责任 还有忍耐 如果只抱着极端的理想主义 来对待爱情 对待婚姻和家庭 只期望那种热烈激情的爱情 而不能够认可责任和忍耐 不能够接受普通的生活 这里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同样是爱情悲剧 安娜卡列尼娜当中 讲了怎样的故事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 美丽的安娜是皇族后裔 嫁给高官卡列宁 婚姻并不幸福 一个偶然机会 她遇到了英俊的军官沃伦斯基 彼此是一见钟情 迅速的坠入情网 出轨的事被丈夫发现之后 安娜向丈夫坦白了自己 与沃伦斯基的私情 并提出了离婚 开始 卡列宁坚决不同意离婚 并且威胁安娜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安娜不顾一切的投入到了沃伦斯基的怀抱之后 他们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只可惜 这种幸福太过短暂 因为不久 沃伦斯基就厌倦了和安娜的情感 安娜被深深的伤害 更加思念心爱的儿子 最后 在绝望中 扑向了行驶的火车 书中心老 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 刚一和她对正了 她就抛掉红皮包 缩着脖子 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 她微微地动了一动 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 扑通 跪下去了 安娜在滚滚车轮下 香消欲远 为她追求的爱情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着实并且唏嘘 这两部文学作品当中的爱情故事呢 都是悲剧 这两个爱情悲剧 带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宁的解读 这两个小说讲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出了问题 一个人不可能说在日常生活里面一直充满激情 包法利夫人艾玛就一直渴望着那个爱情的那种 充满了刺激的那种激情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安娜卡雷尼娜这个爱情故事 真正的变数出现在安娜跟沃洛斯基和卡雷尼这个散交关系里面 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叫艾伦波 他说诗歌就是激情而且很短暂 但爱情也是这样的 爱情是短暂的激情 而日常生活是一片悠无常的散文 因此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绵长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的爱情是怎么样的才能够保持它的激情呢 或者说保鲜这个难点不仅仅是文学家的 艺术家的 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处理和学习的一个难题 好谢谢张教授的解读 其实当年在读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呢 给我最深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生活的一切妩媚多姿一切的美好 都是由阴暗面和光明面组成的 我们常说有情人若能终成眷属 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爱情婚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美好 但是也难免会遭遇一地鸡毛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 我们也许能够更好的理解生活 理解婚姻和爱情 在爱的激情消退之后 懂得理性的面对平淡的情感和生活 也许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